不同类型蛋仔的穿搭 第一种 宝宝蛋微刻穿搭 颜色选择这个 表情选择这个 先花300个瓶盖进行修改 眼镜选择这个 袜式有吧 卫式选择这个 帽子有吧 衣服有吧 穿成一套不要太好看 打扮成这样 走在蛋仔岛上 谁见了不迷糊 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紫皮皮肤 就算适合网易的亲女儿 街配妹比起来 也丝毫不差劲 这样的宝宝蛋 谁不喜欢呢 第二种 大佬克金穿搭 首先换上当季最火的剧院院长的银 当然 这还完全不够 面具有吧 游民竹台有吧 幽灵剧院背试有吧 没错 克金大佬讲究的就是成套装扮 混搭就是平地 大佬不需要 再说了这手感 这特效 躲在岛上转两圈 就会直接引起围观 大佬不愧是大佬 第三种 技术蛋穿搭 外观最重要的就是剪辑 比如说冬冬羊和红小豆 就是技术流的最爱 当然少不了冬冬专属进口 华士选择这个 非是选择这个 大佬的穿搭就是简洁而不简单 他们选择皮肤的原则 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手感好 容易操作 第二个就是 自己喜欢 你们喜欢冬冬羊吗 第四种 老玩家的穿搭 皮肤选择前几赛季才有 隐藏皮肤 面试一定要看起来很贵 华士一定要和皮肤搭配 一个麦克风 唱出音爆的闪耀 非是不能少 主打的就是一个 唯有别人没有 和岛上的其他蛋 与众不同 你有何其他人 与众不同的隐藏皮肤吗 第五种 丑蛋穿搭 总有那么一群蛋 喜欢丑的清奇 他们一般拥有黄色的外观 贵致的眼神 和有黑的皮肤 仅仅丑成这样 还是太普通了 换一个老太婆涂背皮肤 绿色的背带裤 瓜士用这个 再变一个小背包 装上大家的朝下 它就是整个蛋仔岛上 最亮的仔 毕竟 美得不像话很容易 丑得清奇 还是有难度的 他开心就好 第六种 坏蛋穿搭 先来一个 看起来很贵 但是 却很邪恶的皮肤 面试用这个 保证让人看了 不敢接近 瓜士用这个 再背上一把超级电锯 怎么样 看谁不顺眼 就聚了谁 偷蛋 一偷一个准 这么多蛋仔穿搭 你喜欢哪个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